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如果谈及俄罗斯空军,也许大家关注最多的是各种作战飞机,对各类特种飞机就少有关注。 其实对大国空军而言,特种飞机才是实力的体现,近期,俄军又列装一款特殊战机,图214PUSBUS特种飞机和指挥机,相当特殊的飞机,按俄方说法,全世界近两个国家拥有,另一个就是美国,即E4B空中指挥机,为什么不包括中国? 俄军也拥有类似的型号,只是没有公开承认过,图214PUS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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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一款俄制客机,也是俄军使用相当广泛的一款特种机改装平台,其中包括图2142PUS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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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飞越美国白宫 还有一个大用途 一直不敢说 这就是担任空中指挥机 即空中的移动通信与指挥中心 图214这类飞机 给我们印象最多就是14B空中指挥机 由波音747改装 又称为国家应急空中指挥所 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在紧急情况 比如核战争条件下 从当美军作战指挥中心 俄罗斯也拥有同样的飞机 以前为1286 如今图214PUSBUSB最近一代 由图2142发展而来 图到214原型为图204客机 一款双发动机中程客机 图214是以客货混装型名研发的型号 专用用于各类特种机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110吨级 用两台PS90A涡扇发动机 最高时速900公里 采用有非常先进的航电系统 如果改为空中指挥机 又进行不小的改进 但是具体情况没有公开 仅知道俄军一共订购两架同行机 一共花费了9000万美元 俄军原本采用的1286 但是它太大 在经济上不是相当核算 这才决定略小一点 但是更加经济 也更实用的图214 实际上 该机在俄国内相当受欢迎 图214已拥有多种改进型号 包括通信机 侦察机 电子站等 俄总统普京也经过使用该机为专机 图214这类飞机主要在特定条件下 充当指挥平台 用途相当特别 看似有点多余 实则必不可少 往往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自然也就各国都想拥有的产品 实际却难求 根本别想从市场上购买 空中指挥机属于极高端产品 以前只有美额才拥有 如今中国也拥有了 只是不能说了